我们现在进入8.1 line and angle 的部分 ok line 就是线 angle 就是脚 然后脚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是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代表脚 然后如果我在这边有ab 的一条线的话呢 这一个我就叫它line ab ok 我讲ab line ab 的时候代表直线ab ok 然后或者是我只是写ab的话就代表直线ab ok 然后假设我这边还有一个 b 的话呢 它这个角 这个呢 就会是这边的这个角度 这个x呢 他x的这个角度也是我的脚 a 我也可以叫它脚bac ok 我也就是这样 ok 好 然后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懂它这个也叫做脚cab 就是说我的a在这边 这个x在a这边 so它的你看脚a 直接脚a a在中间 a在中间 baccav a在中间 这样 ok 然后 line and angle exist in our surrounding for instant coconut leaves which represent line at certain angle as it be the beauty of art in nature ok so congruency呢 congruency是什么呢 congruency就是一模一样 ok so congruency呢 我们就是一样的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学这个congruency congruency就是一模一样 一样的 ok 然后就线跟那个角的congruency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的pq是6cm ok 然后pqpq ok 然后这个是角的符号 然后我们的这一些都会用英文字母 来代替pqr 所以这个是角pqr 他也叫做角rqp 他也叫做 角q ok pqr在上面放一个 这一个箭头的符号呢 很少见啊 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一种或这一种 或者一种 ok 然后我们很少用这一种 ok 可是如果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 如果我这边还有另外一条线 然后这另外一条线这一边 我还有一个s的时候 这样我无法 清楚的知道你的角q是rqs 还是pqs的时候 我就不可以写角q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尽量少用 ok 特别是当他的那个图形很复杂的时候 你讲角q 这个时候你问你的角q到底是 那个rqp呢 还是rqs呢 还是pqs 哪里一个角 你的角q是这个这个 这个 第一个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 你不知道 ok 所以我们尽量少用角q 这样的一种学法 ok 我们最好是用这一种 ok 用这一种 尽量用这一种 然后在这一边 他问 这一些是不是concurent的 pq跟rs 是一样的 所以是concurent的 3.3 3.2 不一样 所以他notconcurent 然后他的角度这一边 32度 32度 所以他一样 他concurent 138 136 不一样 所以他不concurent 256 256 一样 所以concurent就是一样的意思